《氣象冷戰式》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氣象冷戰式》 2015年剛剛過去 天文台總結了過去一年香港的天氣紀錄 不如大家一齊看看 2015年可以說是破舊立新的一年 受到全球暖化和強額而彌落現象的影響 世界氣象組織說2015年 很可能是有氣象觀察以來最熱的一年 而香港方面 2015年的平均溫度是24.2度 已經確定是自天文台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平均氣溫 打破了1998年所創立的舊紀錄 2015年的8月8日 香港錄得36.3度的高溫 破了高溫的紀錄 當日的平均氣溫達到32.4度 也是一個紀錄 而6月和11月的天氣好 平均氣溫也創出了新高 2015年整個夏天和秋天的氣溫也異常偏高 而2015年的熱夜數目也很驚人 就有37天 是有紀錄以來最高 而寒冷天氣的日子就只有7天 比起1981年至2010年的平均 少了足足10天 是其中一個最低紀錄 加起來 2015年就有整十幾項 和氣溫有關的紀錄被打破 或者是追平手 至於熱帶氣旋方面 今年有13個熱帶氣旋 達到超強颱風的級別 是至1961年天文台紀錄以來最多 不過2015年就只有3個熱帶氣旋 令到天文台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分別是6月的瓊魚 7月的蓮花 和10月的彩虹 8月和9月通常都會有熱帶氣旋影響香港 但強硬以來落 加上南海貴風比較弱 2015年的8月和9月 整整兩個月 香港都沒有掛過波 是1946年之後首次發生 2015年破了這麼多紀錄 尤其是在溫度方面 其實對地球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對抗氣候變化由低碳靈碳生活開始 在新的一年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樂之外 也祝福地球可以更加健康 這一節的氣象冷知識到這裡 拜拜